保护好翡翠的完整,不让其受碰撞受损,还只是翡翠保养的第一步。 如何留住翡翠的灵性,温养好翡翠才是关键。 翡翠很忌讳油烟油腻,如果是保值的高档翡翠,就不宜佩戴进厨房煮食。 并且翡翠也不可接触强酸溶液,那样会破坏翡翠的结构和颜色。 翡翠的日常保养需要用清水清洗,去掉尘垢,再用干净柔软的布擦干即可。 佩戴或脱下的时候,最好在有沙发、地毯等安全的地方进行。 佩戴翡翠挂件,要注意检查绳子、项链是否结实,发现坏了,要及时更换。 关于翡翠的保养,有人认为夏天出汗多的时候最好不要佩戴。 它们的理由是翡翠不能接触油脂,油脂会沿着翡翠天然的缝隙渗入翡翠,进而影响翡翠的光泽。 其实,人的汗液一般为弱减性,这样的弱减度对翡翠的结构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。 相反,长时间的佩戴久而久之会起到除够的作用。 翡翠的化学性质很稳定,保养相对简单容易,预养人,人养育。 翡翠越戴越美,经常佩戴翡翠就是对翡翠最好的保养。 小的玉雕件应当经常把玩,因此手指对翡翠玉雕件的抚摸实际上就起到了抛光摩擦的作用。 长期把玩会使翡翠玉件越摸越亮。 而对于挂件、翡翠手镯等小件类的翡翠玉件,一般是采用柔软的布经常性的清洁,让玉石的润度增加,光亮、自然。 对于大的摆件,由于各个加工厂家打磨抛光的工艺不尽相同,表面的润度、光度也不相同。 所以,有些抛光工艺差的翡翠,经过长时间的摆放,会出现压光或不够亮,所以呢,要经常性地清除灰尘。 可以用柔软的布擦拭,和用柔软的毛刷轻轻刷掉上面的灰尘。 也可以用柔软的羊皮经常擦拭。 好的,家人们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恩您的聆听,我们下次见。